这边有个完美的例子 美国已经失去了美国价值了 美国政府拜登政府 在全面的使用政治的力量 来逼迫政敌 来逼迫美国价值的人 来消灭自由 有一个来自德国的家庭 来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我们每天都有听到 就是几百万的非法移民 通过我们的南方边境 来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我们听过一堆从中国来美国的人 来美国教会受洗 只为了要申请政治庇护 然后拿那个受洗证 但是这些人其实不是 真的在被打压的 你去问那些中国来的非法移民 他们是希望能来到美国赚更多钱 然后有更多机会 然后回到中国 或者是把他们在这边赚的钱 寄回到给他们中国的家人们 常常他们都是单身来这个地方的 壮年男子 或者是一个丈夫 一个人来自美国 这边单打独斗 就是可以当兵 可以变成战士的那一群人 他们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看到了经济因素 来到美国的 现在说就是 他们来美国不是为了价值观 不是为了信仰 不是为了自由 只是纯粹为了钱而已 来美国 想要有更多的机会 事实上所有这些需要政治庇护的人 或是寻找政治庇护的人 其实非常的少 这里我们有一个来自德国的家庭 是真的政治庇护来到美国的 因为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是Evangelical Protestant 福音派的基督徒 他们看到在德国的公立学校 他们受不了里面的教导 社会主义跟马克思主义 所以他们决定要在家里 在家自学 Homeschool他们的小孩 用圣经的价值观来教导他们的小孩 不想要政府去洗脑他们的小孩 在德国在家自学 基本上是非法的 家庭教育基本上是非法的 我听说在香港也是 你不可以在家里自己学习 小孩就一定要去公立学校 香港的观众朋友 可以在下面帮我们证实一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 刚刚我也问了Felicia 说中国大陆可不可以 她的回答是 好像是可以 但是就是不能让政府知道 那这个就是不可以的意思 那德国跟日本这种 专门制造机器人的国家 是非常提倡社会主义教育 洗脑小孩的人 总之德国这一家人 为了要教育自己的孩子 所以来到了美国 申请了政治庇护 来美国已经住了15年了 住在田纳西州 在美国政府的保护下 美国政府的庇护下 他们茁壮 生养众多在美国这个地方建立了家庭 建立了人生 每个人都有工作 每个人都很努力 而且我说生养众多 是真的生养众多 他们穿着很正常 很严谨 奉公守法 爱清洁 有礼貌 人人见的都喜爱 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 他们是非常好的基督徒 他们没有犯法 没有偷渡 没有越过边境 没有使用社会福利 他们可以在美国做到这个样子 因为美国保护他们 美国保护这些洁身至爱 想要变得刚强 可以在美国建立家庭 安居乐业 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 然后现在 Joe Biden 要把他们全家人驱逐 CTIVEBORHOODBURG RU nanoNITIAL. ON THE KEYS,VUVE RUIMIKA KNOWS WHAT'S NEXT,MASTERED THE NOTES,PRACTICED THE SONGS. EVERYTHING WE'RE PIANO, THAT'S WHAT I'M DOING. THE PIANO PLAYER AT CARSON NEUMAN HAS A FAMILY OF NINE,SEVEN CHILDREN. THEY STARTED HOMESPOOLING OUR CHILDREN 2006. THEIR FUTURE IS UNCERTAIN. IT LOOKS QUITE IMPOSSIBLE. HUWE SAYS THE GERMAN GOVERNMENT FINED HIM AND HIS WIFE FOR HOMESCHOOLING THEIR CHILDREN. THEY FLED TO MORRISTOWN IN 2008, SEEKING ASYLUM. THEIR ARGUMENT WAS, WE'VE GOT A WELL-FOUNDED FEAR OF PERSECUTION BY GERMANY BECAUSE WE'RE IN THIS PARTICULAR SOCIAL CATEGORY OF HOMESCHOOLERS. KEVIN BODEN AND THE HOMESCHOOL LEGAL DEFENSE ASSOCIATION HELPED THE ROMICAS FIGHT IN COURT. AN APPEALS COURT RULED AGAINST THEIR ASYLUM. THEY HAVE NOT SHOWN THAT GERMANY'S ENFORCEMENT OF ITS GENERAL SCHOOL ATTENDANCE LAW AMOUNTS TO PERSECUTION AGAINST THEM, THE JUDGE WROTE. AND THEY'RE HERE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U.S. GOVERNMENT BUT WITHOUT PERMANENT RESIDENCY. HUWE SAYS IMMIGRATION AGENTS ASKED HIM AND HIS FAMILY TO GET GERMAN PASSPORTS READY TO SELF-DEPORT. WE WILL BE FACED THE SAME SITUATION, SAME KIND OF PERSECUTION. TWO OF HIS CHILDREN ARE MARRIED TO AMERICAN CITIZENS. TWO OTHERS WERE BORN HERE. 他说最困難的部分是不知道什麼要在一起 我沒有任何地方要活動 我沒有任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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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任何家人 我沒有任何工作 真正被政府壓迫的家庭 Joe Biden 叫他們把護照準備好 收拾好行李 滾回老家去 我們的政府認為 洗腦小孩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這不能算是壓迫吧 對不對 小孩就是該被洗腦啊 這小孩最好回到德國去 回去那些噁心的LGBTQ的社會主義 共產國際的學校 這對父母說 當他們把小孩送到公益學校的時候 他們看到他們的小孩 個性都變得不一樣了 而且身體還出了問題 而且學校不斷地洗腦小孩 聖經是假的 神不存在 各式各方面的進化論的這些東西 我可以說 所有美國的家庭都知道這是真的 不用說只有美國的家庭 我們的觀眾不管是在台灣 中國大陸香港的人都知道 這些學校在洗腦小孩的事實 甚至可以說每個教會都知道 每個星期兩個小時的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根本就沒有辦法跟每個星期40個小時的 左派洗腦教室相提並論 這個德國的家庭是真正在被政治迫害的 他們的理由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他們要被我們的政府驅逐出境 各位可以想想 如果說這一家人 這個家庭是來自委內瑞拉 或者是來自南美洲的國家 他們就會被允許待在美國 然後呢 他們會被稱為是Dreamers 追夢者 先行者 崇尚自由的勇士 美國的未來 如果這些人不是一個家庭 而是一群來找工作的男的 或者是想要享受社會福利的這些人 或者是犯罪分子賣賣毒品的賣芬奴泰尼的 透過墨西哥的人蛇集團來到這個國家的 美國就會歡迎他們 美國歡迎弱者 歡迎需要政府的人 美國希望有更多軟弱的人來到美國 如果這些人是自由派的人 認為說人權自由信仰是來自政府的 而不是保守派 認為說人權自由信仰是來自於神的 我們是有義務 有權利要來守護保護的 如果這些人投票是投給民主黨 而不是共和黨的話 這些人會被說成是完美的公民 來自外國的祝福 這代表多元開明平等 他們是來告訴我們這些美國人 要怎麼更進步 要怎麼合一 要怎麼建設美國 他們就是會被留下來 但是這個家庭來自德國 白人 基督徒 保守 剛強 自給自足的人 政府不能控制的人 所以我們的國家就要驅逐這個樣子 世界的政府憎恨剛強獨立的家庭 因為剛強的人不需要政府 各位可以想想看 為什麼當時共產黨要鬥地主分田地 原因其實一模一樣 因為當地主是可以幫助當地的人的 建立那個城市的 可以讓人自給自足的 可以建立一個屬於當地的經濟模式跟文化 但是工人不行 工人只能把屬於自己的文化 屬於自己的自由交給政府 讓政府透過自己的欲望跟受害者心態 來打壓自己的天賦人權 打壓自己的自由而已 會導致這個樣子的原因就是因為 政治並不是一個抽象的主觀意識形態 現在有很多的人認為說 政治沒有對錯 只是一堆人造的法律漂泊在空中而已 一切對錯都是人自己想出來的 二加二其實是可以等於五的 說等於四的 其實那些西方國家白人至上創造出來的規則 男人跟女人的區別 其實是西方的社會透過宗教 創造出來壓迫女人的方式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最常講的東西就是 我們要用愛來看待這一切 我們要有同情心 同理心 你要站在別人的角度看 然後說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角色互換了之後會怎樣嗎 他們會指控基督徒或是保守派是雙標 這個頻道常常講到左派雙標的情況 其實每個人都知道 民主黨的人也知道 他們一直就是在玩一個雙標的系統 他們非常清楚他們在幹嘛 然後解決方式就是我們也要了解這一點 就是政治是有對錯的 我們的生活當中是有正義跟邪惡在拉扯的 上個禮拜有一個留言說 不要說民主黨或左派很笨 要說這是邪惡 我們不能不斷地以為他們的邪惡是笨 這樣子會失去我們存在的意義 我完全同意他這句話 所以當下我就說抱歉 我以後會注意 沒錯 我們要把邪惡的事情指出來 不能說就只是笨而已啊 政治一直以來都是為了建造一群人的生活 還有互動模式 政治永遠不可能有完全的公平 就跟正義跟邪惡不可能平等的共存一樣 一個來自德國家庭教育 基督徒保守派的家庭 現在是我們國家的敵人 他們被驅逐出境 然後委內瑞拉的人 OK沒有人生目標 只是想要來美國賺錢 一句英文都不會說 對美國文化沒有任何的理解 容易操控 只為了社會福利跟政府的補助而活 他們會為了小便宜而出賣自己人生跟自由 然後一輩子都會投民主黨的人 這些人就是掌控我們政府的政客的朋友 因為他們在幫助他們創造共產主義烏托邦 各位可以想想看 一個人可以戴著有腳的帽子 去國會警察 這個戴著一日遊 這個人是叛國罪叛亂罪 要來推翻美國 是全民公敵要關監獄41個月 然後國會議員Jamele Bowman 一個民主黨的國會議員 為了要阻止國會投票程序 刻意拉火警 他卻無罪 而且是我們的一個英雄 讓我們來看一下 政策的目前報道 是 對,他拉了國會的火警,以為是在開門,我們來看一下他是怎麼說的 對,他就不知道啊,就看不懂嘛,你們這些活老百姓怎麼會認為說國會議員會看懂這些標誌呢,怎麼會認為說國會議員的智商比 小學三年級的小孩高呢?國會議員怎麼可能看得懂火警的拉環跟大門的區別呢?更不用說是緊急出口了,當你開門的時候,拉火警不是常有的事嗎?誰都會犯下這樣的錯吧,OK?犯下這種無心的錯誤,天經地義吧!以下是AOC的說法 對,什麼都要開門?三個人都要說了嗎? 所以你撞了火烤锅吗 我来说的是 总统的总统 美国总统 和加摩尔·鲁曼 都在活动 他完全参与 说有错误 但我认为要提出的重要 是美国人 像我所说的 对 他拉火警 可能蛮明显是要延迟国会投票 刻意阻止民主的进程 试图要用危机意识 来阻止美国的民主 但是你要看到的是 共和党怎样怎样怎样 全世界每一个人都知道 你叫不醒装睡的人 你没办法跟装疯卖傻的人谈条件 你没办法跟坏人理性的沟通 没办法让撒旦认罪悔改 只要民主党可以这个样子 没事装疯卖傻 认为说这样子就可以脱罪 然后保守派在这边不计较 认为说这样子很包容 You know We're the bigger man 大人不计小人过 这种事有什么好争的 只要我们持续有这个样子的想法 我们就会输 而且不断的输 我们要有的是原则 最终的原则就是正义跟公义 而真正把正义放在我们政治里面的方法 绝对不是在那边骗自己说 政治一切都是个人观点 一切都是可以讨论的 世界上最重要的是找到共识 要是要合一 对错这个东西是可以妥协的嘛 对不对 堕胎不一定是杀婴儿啊 男人跟女人他们的关系是 他们不同 那不一定嘛 对不对 当一个40岁或者50岁的大男人 可以在美国的最高殿堂说 他搞不清楚大门的开关 大门的这个门把跟火警的拉环的差别 然后我们在这边说 或许吧 或许真的就是 就是这么复杂吧 然后忽略他是有目的的 是刻意的 然后这一切被监视器拍的 一清二楚的情况下 我们忽略正义 我们忽略事实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来自德国的基督徒家庭 被驱逐 然后我们在那边说 well 那你最好也要驱逐那些来这边享受社会福利 领救济金 然后不然就是在那边打工的那些 南美洲的非法移民哦 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这样 每一个共和党的人 每一个保守派 现在每一个基督徒 现在都应该写信给拜登 要求拜登让这家德国人留下来 他们才是应该要留在美国的人 他们才是代表美国价值的一家人 他们才是真正的政治庇护该保护的人 如果我们为了表面上的合一而妥协 我们如果用敌人掌控的方式 来背叛我们的原则 我们的信仰的话 那么我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的行为基本上跟我们的敌人一模一样 在每一件事情 我们要的应该都是 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要为了正义而战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感觉而闹 只有我们自己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跟被打压的人一起同行的时候 只有在我们真的为了被压迫的人发声 而不是做善事只是为了自己爽 OK 像说什么 为美国祷告 不用啦 为正义发声 不用啦 我们只要做善事啊 发食物给流浪汉 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政府跟社工就好了 当我们这个样子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会有连大门的开关跟火警拉环 都分不清楚的国会议员 以民主的身份来帮我们投票 治理我们的国家 立我们的法 因为是我们刻意装傻 所以才会选出刻意装傻的国会议员 来立定我们国家的法律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